好 欢迎欢迎来 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4月份的基金市场的一个状况了 好 在我们今天线上连线的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今天看不到他 晨兴基金研究机构 台湾区的负责人曾淑云 淑云好 淑云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这么近 可是不能相见 真的很近 而且我今天在家工作非常近 只要你们一生 我10分钟就可以到了 你们现在也是在家工作了吧 对 我们现在在家工作 但基本上就是办公室都开放了 如果有必要的还是会进公司 但是只是说大家 因为这几天的确诊数字稍微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可能大家还是稍微 就是在移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那也请这个淑云姐 跟整个中广的工作同仁 还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都要注意自己身体健康 真的真的真的 好 我们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那上礼拜我朋友就传一张图 我觉得很好笑 他说再过几天 那个确诊人数就要比台湾的 家全指数还要高了 果然 果然 昨天已经打破了吧 昨天已经打破了 昨天已经破了 我刚刚其实也才跟我香港的同事通电话 然后他们很关心台湾的疫情 然后也在问我台湾的状况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们昨天已经破两万了 对 他就说他们 基本上那个高峰期大家都可以预期 可能就 就是他们香港新加坡都走过了 对 所以不是太亚裔 对啊 我今天那个新闻还讲说 什么CNN报道说要调升台湾 对 就是旅游警示 到第二集 就比中国大陆还危险 对啊 今天其实还算蛮大的消息 对啊 有可能 我早上会议太多 还没有时间看新闻 果然还是要随时 随时保持跟孕芬节的联系才行 最新消息 真的真的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回顾 上个月份的基金状况 其实你报表还没跑出来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不用看 不用看 不用看 不用看了 对 看了也会小小的相信一下 因为整个市场都不好 真的好的 没有几组啊 真的 但是怎么办 我们还是要给投资人正能量 一生姐 我们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俩要坚持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对嘛 对嘛 没错 所以我们要努力要坚持 就是投资是一定要走的 但是说现在大家不要太积极 不要觉得好像已经到了一个 因为我觉得还是会投资人比较积极 会配置一些短线的 但是还是提醒您 如果当初你的想法是要做短线反弹 那你真的要坚持 就是不要看到 到时候一短线 然后可能你发展的状况 超过预期或不如预期 就改变了原来想法 所以我觉得投资最主要是要坚持 所以你的想法要努力的坚持 这个蛮重要的 所以去四月份 我们现在讲一下四月份 整体台湾投资的 整体台湾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率是 负的8.1 你看是负 元币是负的6.2 8.1 干嘛啦 你看都是负的嘛 对 四月份是负的8.1 然后过去三个月是负的9.18 半年是负的14.26 一年是负的11.88 对 这是转成美元之后 那那原币也会稍微数字小一点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货币 其实对美元最近这段时间是比较强势的升值 对 美元强势 美元强势嘛 那四月份的话 如果用原币来看的话 股票型基金是负的6.2 过去三个月是负的6.5 负的6.5 然后半年是负的11.17 一年是负的8.07 对 所以其实数字都不怎么漂亮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表现不好理念 称赞一下表现好的主编 虽然它可能集中在某些很特别的地方 那些根本就不会有人有啊 不一定哦 称赞姐姐不要这么说 说不定前几个月开始听你节目的听众 他就觉得我就去买一些大宗物资啊 能源多一点的啊 说不定就真的有人去了印尼啊 对不对 印尼有一年我有过 对不对 你看你看搞不好 但但但今年没有 今年没有 今年没有 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我们常常讲 其实我们都要从过去的经验学习到下一次要怎么去处理 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都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有了以前的经验 加上现在自己亲身碰到的经验 那些年轻的投资人其实一定要记得知道 下次如果再碰到市场上这种状况的时候 什么样的标的就是你应该要去关注 所以我们不能永远都沉浸在说 我这一波没有赚到什么 我这一波赔了什么 要想的是如果下一次我们要学习经验嘛 因为有些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不能改变嘛 但我们至少要学习到 如果下次在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事情是投资人在 就是一个投资的路途上 我们必须学习到的 这一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 嗯 这个是真的 这是真的 对对 与其我们都在那边说 我们没有买到什么 那也记得下一次 如果情况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关注哪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波 过去这几个月来 每次讲到通货膨胀的问题的时候 虽然一开始大家在争论是短期或长期 可是我觉得我跟英文姐 应该稍微都有提醒一下 就是有一些就是以前我们讲的 黄小玉 像大众物质商品 其实绝对一定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都会被投资人再度的关注的 然后会受到市场投资青睐的 但事实上这几个月 真的验证到这些东西 只有涨没有跌的 对 那就加上乌二的战争 其实会让很多的东西都变得 可能状况会比以前更严峻 还有疫情 对吧 我们之前碰到黄小玉大好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疫情的问题 也没有战争的问题 对 但现在这两个问题都出现了 对 所以其实状况 大家可以预期的状况是 只有越来越 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稳定的市场发展 对 但是在整个市场里面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好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为什么印尼会标出来 其实基本上就跟大众物质的出口有关 对 那为什么有些股市 它下跌的幅度没这么大 就因为它的股市成分股里面 可能是大众物质跟能源的成分比较多 那既然它受创就比较低 对那你受创比较高的 可能就是这一个四月份 阻碟段的那些类型的 那些产业型的标的 就拖累了那个股市的表现 那我们来看到 就是说其实第一名的很少人会有 对这个主节其实已经出现 我们榜单上好几个月 对它已经出现好几次 可是说实在 我们买这个区域的 它第一名其实是非洲跟中东 我觉得很像买乐透的感觉 所以我其实不太会买 对没错 其实这个 没有这 你用这个形容乐透 我最近听到用乐透形容的 都是讲买那个防疫险的 对其实非洲跟中东 我觉得在过去这几个月 它蛮常出现在我们的表单上 那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 之前有提到嘛 这个市场的一些 大宗一支能源的这一类的标的 还有它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它的基础也比较低 所以其实在整个市场的 反弹的当局 就不能讲 这市场表现不好的情况下 那稍微有一些比较好的支撑面 就会影响 所以这个组别 其实四月份的美元报酬 有5.01 三个月有11.99 六个月有20.27 一年有39.1 流口水耶 真的流口水耶 相对起来 你看我们刚刚讲的 股票行级是从-8%到-14% -11% 就它既然还有正的报酬 而且都是两位数 就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都是两位数的正报酬 所以其实表现上来讲 我觉得如果投资真的买到这个 真的蛮恭喜你的 你就回头看一下 你的报酬率应该还算蛮漂亮的 这很难想到 这也不是一个资金外溢的 一个效用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它在长什么 真的很奇怪 我们待会讨论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 曾鼠云来好好的聊一聊 我们要赶快把这个钱 表现比较好的十组的 赶快讲一讲 我们今天只有三段 今天只有三段 今天时间这么 没有啦四段 我们刚刚已经用掉一段了 我说只剩三段 真的 那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第一名的就是非洲跟中东 然后第二名的是印尼 印尼我们刚刚讲过 然后能源 能源其实波动很大 对 其实能源的波动也是蛮大的 能源的波动 但是因为基本上来讲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看到 因为我们持续 各国持续对俄罗斯 做一些经济制裁 但是其实你看 但是俄罗斯也没有 你看俄罗斯也没有低头 他事实上你看那个原油 他基本上不是还因为 他要求大家都用卤布来买 就因为波兰跟保加利亚 都不同意用卤布来支付 就他现在就中断 给这两国天然气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样子都显现出来 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俄罗斯也很坚持情况下 所以对于这些能源类股 还是会有点支撑 但你说他 但因为他的股 他飙升上去就会稍微停顿一下 因为现在 我觉得他其实 并不是他表现的真的很差 你看他一个月 虽然你觉得 一个月好像是负的1.12 可他三个月是正的13.7 对啊对啊 六个月22 一年45 所以油价其实还是 维持在一桶 大概100块以上 对他只是说 他们有在续创新高 所以稍微回跌了一些些 可是因为现在说到 乌尔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状况 我觉得油价还是会持续在这个高涨上面震荡的 所以相对上来讲 对能源基金来讲还是会有一个支撑的 那我觉得比较想要聊的 就是像那个公共事业 他其实看起来 当然表现没有很好 可是他是稳定的 也就是在波动当中 就是公共事业还是有他一个比较抗叠的一个效应 对 其实韵芬姐跟应该 我觉得应该长期上来讲 我们跟听众朋友 还有韵芬姐都跟我一起分享过很多 就每次在事况不好的时候 那些防御型的标的都是跑出来 这些防御型的标的呢 可能会比较偏重那种价值性投资的 就他的 他的 他是一个像 譬如说我们看现在前十年 前十年你也有公共事业 然后韵芬姐你往下看一点 你看到基础建设 我们看到 其中都是在这种 事况不好的时候 每次一定会跑出来的 因为这些公司 其实基本上 他不是成长型的标的 他没有像人家这种 营收怎么大幅成长 他就是稳稳的 可是当事况不好的时候 大家开始 因为成长型标的那种 比较风险比较高 因为他波动比较大 这种价值类的东西就会跑出来 所以其实在四月份 我们也看到 这价值型的标的 其实是 它比较抗叠 相对起成长型 还有小型股 这种类型的标的来讲 它相对是抗叠的 所以像公共事业 它在四月份的话 表现的话 美元保守率是 负的2.7 但它三个月是4.76 六个月是6.31 一年是6.18 所以它其实维持正数 就是说 这类的那种价值型的标的 它之所以可以稳定 就是它的营收获利都很稳健 所以它其实每年 可能交出来的获利都差不多 它可以稳稳地给投资的一些基本的 包括像配息配股 或是它的价格会比较支撑性 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稳健性 那当然就是在市况很好的时候 这一类价值型的标的 或这种这类比较大型的 进入门槛比较高的标的 当然都没人要 可在市况不好的时候 它反而会变成 资金会往这一类标的去聚集的 比较会受到投资人青睐的一些 一些的标的物就会在这里出现 所以你看十个类型里面 我们刚刚讲的是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公共事业基础建设 可是其实在此组里面 还有两名是房地产 有吗 就是北美跟亚洲 其实这是什么 稳定配息的标的 也是 就是市况好的时候 它们都不会出来 真的 我觉得这么多年了 那也先回想一下 听众朋友回想一下 这每次市况不好的时候 这些标的都会跑出来 对对对 真的都跑出来 所以你看防御型的一定要有 特别是现在波动的一个行情当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表现比较差的 表现比较差 台湾好几名 就这一波其实 这一波台湾杀的 很凶啊 就是科技股啊 科技股杀的超凶的 你看纳斯达克都已经跌 纳斯达克已经是 美国三大指数里面跌幅最大的 对 对所以科技股跌幅很大 那纳斯达克你看跌幅是 13%4月份 它基本上是从海啸以来 出现了最差的单月表现 纳斯达克在4月份 那你想想看 那你看台湾的科技股 你看通信传媒 也是之前的通信跟科技相 还有台湾中小型 你看表现最差第二名台湾中小 第三名科技 对吧 然后呢 就是其他的基本上台湾的大型股 也在表现在倒数的 第八名的地方 所以其实这些跟科技相关的 其实是4月份的主跌的类型 科技跌这么凶啊 对啊跌很凶啊 你看到全都跌13% 纳斯达克跌13个% 对单月2008年 一芬姐现在是2022年 现在是2022年 你像那个 这个时候 我们回头12、13年前 2008年海啸以来表现最差的单月 纳斯达克跌幅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台股应该很难信念吧 而且我们台股在前几个月 其实应该去年的表现是大好吧 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指数也变得挺高的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 它下跌回来修正的时候 这个空间就会变得又 可能又比一些当初涨幅 没这么大的这些组别 又来得变得大了一些 嗯 我发现有很多那种IC设计 台湾的啦 一跌跌三成四成 这从1月啦 从第一季来看啦 跌好多 我们的护国神山不是也跌很多 也跌很多 对 对啊 所以其实跌幅都很大 对 所以你看 我们稍微 你看中小型 台湾中小型 我觉得台股 台湾投资人会比较稍微 有点感觉 你看中小型的话 4月份是负的13.95 台湾大型是负的11.13 嗯 对 但是你看三个月 中小型刚刚提到 一个月是负13.95 三个月是负14.58 大型是负11.13 然后三个月是负12.58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4月份是我们的主跌段 对对对 你看对 因为门姐如果我们右边看六个月跟一年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就是主跌在4月份 对就跌在这里 4月份对 这4月份就是一个主跌段 那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刚刚又回到刚刚提到的 那斯达特单页都跌了13个percent项目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我们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比较的这个相关度还是蛮高的啦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投资人也投资人这个时候也不要想太多 因为基本上你的源头的这些标的都表现得不好 那其实我们也很难信念的 所以像你看表现最差第二名是中小型 第三名是科技嘛 那科技股的话台湾的投资也很多 对你看它的一个4月份负12.75 三个月负14.4 六个月负21 一年负16 所以其实基本上跌的段都在4月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幅度的 是啊 而且美国大型增长 就大型股 美国大型股本来是说还蛮抗跌的 但它也跌了 然后你看美国的跌 中国也跌 所以我们大中华股票也跌 中国哪能不跌呢 中国大家都光你看光上海的风尘 你看上海风尘 上海的各地 然后到你看最近传出来北京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整个产业链 我们本来的供给的这个供给的部分 其实这种产业链就本来就有点受到疫情的关系的影响 其实就有点影响了 那再加上现在你看这个制造大股 就是中国这么多厂 如果它都lock down的话 其实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一定是有的 那更不要讲那中国本身股票 因为我们这一组跌的是中国股票A股 所以其实它跌的是他们自己国内的 其实他们自己在自己挂牌的 但同样的整个的中国都影响 所以刚刚英文姐提到 其实最后的几年还包括了大中华 大中华跌的很惨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对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我们两点继续回来谈 好这里是I like radio中华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那我们今天线上连线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诚心基金研究机构台湾区的负责人曾淑云 好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聊过了四月份表现比较好或比较差 其实都是下跌的 只是看跌幅的多少了 那表现比较差的 说实在集中在科技股 而且包括美中台的科技股 对不对 所以那个大中华的股票 哇这个从头跌到尾啊 年头跌到现在 不要这样吗 虽然是我们都看到他们都是负责 全面都有一杠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可以翻转上来的 所以但的确就像刚刚英文姐讲到 其实主跌断就是亚洲的股票和科技类型的标的 所以但是前面我也提到 纳斯达克都跌这么多 其实真的非战之嘴 也不是他自己本身操作的问题 是整个环境的问题 但是投资人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回头看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虽然数字都很大 但是这时候呢 反而也是回头去看一下你的个别的标的 你的经理人有没有稍微有做一些避险的策略 或是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呢 做一些就是他有移转了一些他的投资标的 那大家也可以回头再检视一下自己的成绩单 就每个月至少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心里面还是要有我们的基金表现到底好不好的一个概念 也是了也是 就了解一下原因了 也不用急着去做一些那个改变了 但是你总要知道这是短期的还是长期 怎么觉得这很重要 然后我们来调聊债券市场嘛 那债券市场 哇这个跌幅也很像那种股票型的跌幅 没错 在现市场的话 其实在现金基金的话 美元的话 4月份是负的4.56 那原币是负的2.38 那三个月是负的8.54 六个月是负的11.34 那如果原币的话是负的6.55 负的8.75 一年是负的8.88 所以就是刚刚应生姐提到一个重点嘛 就是它的跌幅好像跟股票也没有差很多 对那其实最主要是 我觉得应该是讲说 这个我们也讲了很多次的 债券银基金不再像以前一样 还有债券银基金跟股票型基金 不一定做悄悄板 毕竟股市不好的时候 债券一定好 因为市场整个不好的时候 债券的投资人也会担心 尤其现在在升级的环境嘛 对那如果我们看一下 就是整个4月份呢 表现比较好的 主别的话 其实是美元的多元化债券的短期 那我觉得应该现在利率在谈生 所以这个多元化债券呢 它其实就是基本上 它什么样的债种都可以投资 但它其实还是投资在 就是比较短线 就是期间比较短的 可能是3年5年以下的短期债券 那它的一个月的话 美元报酬是负的0.84 然后三个月是负的2.96 六个月呢是负的4.12 那表现其次第二名是伊斯兰债券 那我觉得伊斯兰债券 其实比较特别一点 对但我知道就是之前 好像应生姐也有在节目中 介绍过伊斯兰债券嘛 那它其实基本上 它可能投资标的上面来讲呢 就是有顺选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伊斯兰它有些东西 是不能投资的 对还蛮保守的 对蛮保守的 所以它在四月份的表现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抗减一些 它整个的话 四月份的话 它是负的 整个是负的 美元是负的1.92 三个月是负的4.08 然后一个月是 三个月 六个月是负的5.47 对所以整体上来讲呢 也是维俗的下措 那再来其实就 人民币债券的境内 还有全球债券的美元费冲 然后通膨连接 那这其实 为什么特别在这里停下来 其实应该要提醒投资人说 其实在前10名里面 有三个组别 其实都跟通膨连接债券有关 那但是这个也不意外吧 我觉得过去几个月 其实通膨连接债券 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表单上面嘛 对因为他们基本上来讲的话 整个的状况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有通膨的概念 而且因为通膨的关系 其实让FED 就是升级的速度 还是手表的速度 都有加快 所以整个通膨连接债券 对投资人来讲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 相对上来讲 比较吸引投资人的资金 往这边流 所以在前10名里面的话 就三个组别 都跟通膨连接债券有关 对 然后其次的话 就是一些 像亚洲 亚高收的话 其实在这个月份 反而就是 比较易经突起点 就是它的跌幅 反而是相对起 其他的高收益债券来讲 比较小一点 那大概是负的2.3 三个月是负的11 六个月负18 一年负29 为什么我特别 把这组别拉出来讲 是要跟投资人提一下 过去的话 高收益债券 其实表现都不好 但是在这个月份 亚洲高收益稍微有点弹跳起来 那我觉得其实跟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布局有关 可是它其实只有4月份 是微幅小跌 负2.3 可是我刚刚提到 三个月负11 六个月负18 一年负29 所以表示其它是短期间在4月份 稍微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是跌深的稍微反弹 就是应该说比较抗跌一点点 但丁度代表这个一定是适合投资人 在这个时候买下去 因为在升息的 还有这个市场的景气 变得比较差的情况下 其实这种比较高风险的 高收益债券 跟我们讲的 credit比较差的债券 其实它相对来讲 风险还是高的 最后真的还是要留意一下 我想要讲的比较差的 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因为表现比较差 第一名竟然是新兴欧洲的债券 一定的啊 新兴欧洲 我记得几个月前 乌尔的时候 我记得2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有提到 那时候讲的买俄罗斯买最多的 新兴欧洲绝对是一个 不管新兴股 欧洲股或新兴欧洲债 俄罗斯绝对是持股很重的 它一个月 四月份的话 是负的13.46 三个月是负的43.49 六个月是负的47.51 一年是负的50个percent 其他的主别 就是最近这三个月 就二三次 对 所以其实这个投资人 还是要特别小心的 因为新兴欧洲的话 还有全球新兴市场都是 都一样 没错 都一样的 这两个主别其实都一样 你看它是 负10.61 负18.57 负24.93 跟负28.5 所以其他主别段 也是二三次 就是这三个月份 对 所以其实投资人要特别小心 然后第三名是 南非兰特的多元化债券 但我觉得这个 南非兰特以前 我跟韵生姐都讲过很多次了 就是 不只是本身 自己这个标的的问题 还有它的货币的波动幅度 也很大 所以其实投资人 其实在投资南非兰特 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这个部分 因为它对美元的话 在四月份贬值了7.61% 是所有货币对美元贬值幅度最大的一个货币 我真的觉得汇率在整个四月份波动也很大 很大 很大 对 尤其是 其实尤其是现在的 我觉得其实过去这一段 蛮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子 就是随着美元的强势弱势 然后各个货币 其实真的波动都很大 那尤其是南非兰特这种货币 它本来对美元就很跳 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平稳的货币 所以它基本上在市况不好的时候 可能又更加深了它卡跌的幅度 对 所以你看它 我刚刚提到它是四月份对美元贬值幅度7%多 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跌幅的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不要看它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的话 它的原币表现其实是微幅小镇 但是当它转成美元之后 这是负的9点多 所以投资人真的要特别留意这一类风险比较高的货币 尤其在市况又比较不稳定的情况的市场发展的时候 因为你刚刚讲过就是债券第一个 我们当然要先看一下那个汇率 因为汇率的一个波动很大 第二个当然就是看市场 所以现在重的大概都是新兴欧洲 全球新兴市场 或者是全球高收益 连欧元的多元化债券都重 因为他们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欧元对美元贬值也很多 所以基本上像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幅度也很大 其实也会加深 也贬很多 因为欧元对美元在4月份贬了5.19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以前大概一年大概波动5%左右 现在你看一个月 就波动5% 而且是欧元 这种算是我们讲的硬货币 它还不是那种杂币 虽然是我们讲的硬货币 但所以大家就知道 其实现在的市况发展 就是大家就是这种 我觉得资金的流串也很可怕的 因为这种汇率的问题 当然就是因为乌尔的问题 当然影响欧洲蛮多的 所以当然对欧洲的政治跟经济环境 都会有一些波及的 所以造成欧洲的经济状况不好 然后货币也变得比较弱势 这个是我们原先在前几个月 看乌尔的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预期到的 但事实上它单月下跌幅度 5%其实是真的就蛮大的 好 了解了解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澄清基金研究机构 台湾区的负责人曾淑云 谢谢淑云